翻花你们都看了吗 看了 这虎哥演的阿宝呗 秦圣 上司个老娘们喜欢他 嗯 在电视剧让你看到白侠子 把一个活成时候的商战片 看成言情小说的 两耳不闻戳外事 从来不读圣剑书 不知道他们武松会打虎 只知道黑丝带字母 哎呦 什么 都跟一般人不一样的 我看白侠子 你悟性高 那你看到啥了 A先生根本就不是一个人 他爱欲A股 而且他们都喜欢挑水 哎 你说就说呗 那你放音乐干啥 我已经哄托一遍了 我们都看两三遍了 像我们这种内行 看那都是门头 像你们这种外行啊 看那都是热闹 这都不得递递 哎呀 那你看到没明白 那我问你两问题啊 随便问 红鹿老板娘是谁 杀 方妹到底长啥样 啊 哎 你不看透了吗 哎 你不看明白了吗 哎 不是我瞧不起你啊 不喊啥呀 谁他妈像你似的呀 看电视剧人家看谁 五传都记住精彩片段 桃园三集一 就你能记住的潘尼莲 在第几集 哪个关注的点 可跟你不一样真的是 哎 别说话 不愿意跟你老客人 看不出来吗 嘿嘿嘿嘿嘿 帮我洗个苹果呗 你腿咋的呢 哎 没咋的呀 没咋的我给你点穴了 你腿不进去啊 你本来纸递给我吧 啊 不是你咋像的NPC是呢 我就一靠近你 你就有任务啊你 你是个老单细胞软体动物啊 咋的光除了嘴之外 全身都瘫痪了啊 我自己拿我自己拿 你早就拿了 还是没合乎 让我给这个阿里说 脱口秀你了 你去开个门啊 看是不是送快递了 你到不去呢 你离得近啊 这回呢 谁离得近了 你冻疼冻疼吧 真的 你一天都快懒飞鞭子了 走两步 没定走两步 男也不是啥毛病啊 我男朋友 不就得找我这样 我懒不出门你多放心 你肉体懒住 带不住你灵魂骚动啊 你一天你是不出门 你个互联网上你也没闲去 你没闲骚扫来啊 你就进去这么躺着吧 过两天你给你送养老院去 直接瘫痪了 你那接受一地链吗 接受不了一点 真的 我跟你说男人就像是蓝牙 你只要放他走远了 他就会连接其他的设备 那你要那么说 那女的不也是吗 妈呀那可不一样 女人吧就好比WiFi 就算中围有很多设备 他也会连接最强的那一个 那有啥区别 妈区别可大了 一个是吃饱就行 一个是得吃好 我说得对 夏哥 能预制一下下个月的工资吗 我上周不刚应预制三天五 那不是花没了吗 干啥一周花三天五 那我朋友过生日啊 那这朋友只能关系不错 买啥来花三天五送啥呀 我就我就送的是花 啥花 那花三千五百块钱呢 那晚上 那我不得住外头吗 要不说 要不说你是多花钱的 钱都花到这儿 但是咱说 跟哪住啊 三千五 住得贵宾ICU啊 行 进场场 不行 那有点难看啊 素颜 你还想要人家素颜难看人 还没想要你没钱呢 真的是 我以为你还是太年轻了 你最后你会发现 人家素颜难看人家可以化妆 但是你要没钱 那就真没钱 有道理 又吓人 最近这杜素颜影响太大了 谁呀 歌手啊 那 阿杜和苏睿 简称杜素颜 怎么给你点文化没有 你家的穷乡替壤里头啊 你不看西门呢 平时啊 台风 台风为什么还取个人名呢 这你就不懂了吧 台风名字其实都是阿隋排好的 世界气象组织吧 旗下有一个台风委员会 完了之后在1997年那时候吧 就决定了在西北太平洋 和这个南海生成的一些台风 由受此地区影响的这14个国家一起 还有一些东南亚的国家 然后每一个成员呢 就是起大概就是10个台风的名 完了之后组成一个表格 然后之后就从2000年开始 就是开始就用这些名了 就循环着用 那这次这个杜素颜是谁取的名字啊 这么拟人 隔壁呢 斯密的提供 斯密的国提供的 他本来的意思是老鹰 但是吧 就是如果叫老鹰的话 就容易混淆 因为以前那个小日子国的 那个台风有一个叫天影 太相似了 完之后就采用那个 韩国老鹰的音译 就是说白了杜素瑞 在韩国是老鹰的这个 这个这个发音 那我可长知识了 哎你怎么啥都知道 可以嘛 没有知识就多看电视呗 大家一天像你似的 养活晒蛋啥也不干 都知道新闻时事 就知道直播间里刷华智 这一半就是太矮了点 我一米六八还矮呀 我想找个一米七以上的 你没事吧 你你你也不高啊 就是因为我不高 所以我先找个高一点的呗 给我改良下基因呗 我的妈呀 改良基因 就咱这造谱的基因 还有改良的必要吗 种子不行赖土地了 那我想找个高的 另一半搀扶我到老 没毛病吗 没毛病 那真搀扶到老 就真的就你的身高 跟我在一起 不知道的行的 我煮了个鬼棍呢 驾驾 下一次吧 你就是法基因有点秃 你毛多 喉尖你都得叫大哥 一身护膝毛 那蚊子要想盯你的话 都属于高空作业了 你到底是来相亲了 还是来找茬的了 哎你看你项链带的都是壮实的 听说年轻十几万了 澄清一下 这不是算实 这是刚从德屋上买的四叶草的项链 看着四叶草闪闪的特别好看 而且这个吊坠还是能打开的 合成之后呢 就是四叶草 代表着幸福顺遂 打开呢 就是四壳爱奇所五链了 一款两种带法 而且就是到手才一百多价 那才一百多块钱 我太不信了 你得接受新鲜事物 我这项链在德屋顶上 品牌直发这么有保障 而且现在还包优呢 送人资有啥多可适 那怎么买呀 这点我评论区还能抽一千块钱 无门卡有个卷呢 会赚钱还不乱花 不错啊 弥补了你身高不足的缺陷 那你用什么弥补你的二一三脑瓜的缺陷呢 我们还是不太合适 我先走了啊 哎 你都这个年纪了还这么挑啊 哎呀 嘿妈呀 你都这个年纪了你还没挑着呢 哎呦什么 条件那么差 把腰胸还那么高 嫁到你们家跟被拐卖了有什么区别呀 祝你生活愉快 再见 臭不要脸 哎 我让你把我那车开去保养去 你花八千多 你干嘛了 那个四爱店入股了 没吧 你是不是在中间逼我疯子了 你说票钱 我就不是 你看你说那话 我 你不是有保养胆的吗 我微信给你罚了 你自己看呢 你在二十四保养 那必保 四千三百三十一 再加上发动机 润滑养护 空气滤行 那你发到一共八千多 城市套路神不行你回农村吧 不 那个 那农村套路啊 村长不让说呀 我想崩死你 来 我给你捋捋啊 润滑养护 这润滑养护398 既有本身就有清洁功能 它里边有那个清洁分散机 你个大白给小本花钱毕业的啊 再说了 咱这车公里数 不到两万公里 要公里数大点的话也行 你这就像那个刚出新牙的孩子是 用洗牙吗 那那我我也不懂呢 你再说这空调绿性 一千二百九十四啊 哎妈外边几百块钱 淘宝几十块钱 你有病啊 你说那个花一千二百九十四 还有这空调清洁921 换绿性不包括空调清洁 那咋的拉完屎之业 穿苦打的不开定啊 不是那个这个 四海店说的他们要求的 我也不说 他要求的你 你他要求的你就整了 他给你打麻药了 你咋那么听话呢 还有什么 还有这个什么冷凝清洁刹车油 我也就不说啥了 车内抚养离子 车内治理八百八 这什么玩意 不人家说净化空气续甲全 车内细菌啥的 要不你车不有菌吗 玩的呀 有菌 啥菌八百八 你他最大的菌 你只要不坐我车 我车啥菌不带有的 你说咱的车吧 就好比那十六七的青少年 你给他整那么多保养品 他不央实吗 是那那我也不懂呢 你不懂你给我打电话呀 你说咱车要是十万公里 就像那个四十来岁的人 是得人到中年了 他可能是小毛病多 他保养保养型 咱的青少年 年轻逼壮的 你给他整那些附加 附加项目干啥呀 对对对对 对哪本鸡少下回 给啥都饮了 没有啊 我的老弟 妈出门脑干辣家了 人家还得合议呢 今天那么可下雨 这个大傻 你那脑瓜里擦手了 给脑瓜里擦干的汤了 不是你看我好心帮你 你咋还骂我呢 妈你好心你有啥心呢 骗你那么心拉丢了 你这么有主见我不赢钱了 你刚刚把姐妹借我去做 不是姐 不是你看你我 你都晚了 专家说女性的最佳生育年龄 是25到29岁 哎我就问你这个年龄段 干啥不是最佳 这个年龄段除了解垃圾的 都又快又多好不好 我建议专家没还是必老建议 你今天专家没还是必老建议 你今天专家也能干个晚机啊 我一个朋友 两个人才认识一周就结婚了 一个月就怀孕了 婚姻急速版呢 仨爷都是今年才认识的 专政都需要仨爷的 我感冒都没他拉好一块 他脸吵架的话只能不好意思 妈人 不熟了 结婚就是需要冲动的嘛 清醒的也没办法结婚 妈呀 那你不清醒你咋还没结婚呢 那你跟我比 男的的话就不比女人长吗 我不着急 现在的女孩都喜欢大叔 人家女孩吧 说喜欢大叔 是喜欢有钱有地位 有能力的大叔 不他妈光岁数大就行 那他不喜欢门卫大叔呢 保洁大叔 保安大叔 光有岁数谁这么喜欢你啊 你在那女孩心目中 就是一个快要长十八了的老灯 那你意思 我就是一无是处的大叔呗 哎 不是 有一处 啥呀 这年头的童子生的大叔 可少见 自己都知道 给自己买上个袜子 我啥也没有 这就是给你买的 圣诞节不得买袜子 装礼物嘛 要不圣诞老人不都把礼物放袜子里嘛 这就是给你买来用来装礼物的 你倒是装 不说完了 晚安 你说马上快五二零了 我给我对象买点啥呢 给你对象买点啥 马上快五星节了 你给你妈买点啥呀 天天对象对象对象 你真大公鸡一巴长的 娶了媳妇忘了点啥 一个就是爱情 你跟谁发信息呢 如果打定脸呢 谁赶紧钱了 我妈 我都无语了 她老爱管我闲事 我都二十六了 她啥都管 那就听着呗 那有啥招 那不是啊 网上不都说了吗 如果父母重生 给的意见一定要听 那如果父母是普通人 那她的意见也未必能让你成功 让你听 也没让你往心里去呀 不是老弟理论上是没毛病 但是你放心里 你说你情绪不坏 你跟他俩人了 超人 你不给他添堵 给你自己也添堵吗 你看好 网上有一段话说的就特别好 说那一岁的孩子吧 把那十尿拉裤头里 往往就会被原谅 而八十岁的老人 那就会被责备 为什么 他们没有痴呆 他们只是回到了孩子的状态 但是呢 他们却得不到孩子一样的 呵护和照顾 为啥呀 因为他们的妈妈早已经不在了 你一会没二十 陪我去中眼睛毛呢 上次不是中过了吗 上次中那个没有活 上次中的丰收了 这回是第二场了 哎 老弟 这让你没事 你那啥 你一会陪我去退个毛呗 不是你上次刚中完吗 这次咋又开始退上来 上次是中睫毛 这回退眼毛 你看你身上就总共那几根毛 那不是退完就有病了吗 啥病 老天没毛病啊 有毛吗 一根都没有 我发现你们女孩子的枪啊 你看真好转 眼霜面霜 颈霜 身体霜 绳子来个脚后根 都有自己个转树化妆拼的嘛 你再看我们男的 一瓶大宝 从头到脚 那我们的脚后根也要很精致嘛 败家成的 天天说不要财力 是不要财力吗 那娶你啊 这二八斤属于是风气富宽 哎呦妈呀 花有钱了 你花的那么迷你呢 现在 又换新皮肤了 败家子 你懂啥呀 那春天风雨都不得换件外套吗 这是我在德国顶新买的 这个是衫的 连帽外套 哎 插尖秀 宽松版型 非常显瘦 反光条的设计 一整个日常休闲风 满满 还别说 挺闲腿长的 后面还挺酷的 借我穿一下 点我平衡741嘛 以后才100多钱 而且点脱衣靴 还能抽1000块钱的 我们买款游入院呢 好好划算 行了别话了快走吧 他们都说了 你视频照片和直播本人 差距太大了 妈呀 视频是视频 照片是照片 本人是本人 那视频得加滤镜 照片得批呀 再说我照片批得过分吧老弟 我觉得我照片批得不过分 在这个虚拟的网络上 我只是想保护自己 有错吗 你想啊 万一有一天 走大道领上 万一有个应我的人 拿着视频 拿着照片 就能认出我来了 岂不是很可怕 我就是想自己保护我自己 我有错吗 好好没错没错 再说了 我这叫百变 先上一个样 先下一个样 化妆一个样 不化妆一个样 人前一个样 人后一个样 找女朋友谈恋爱 就得找像我这种 对不对 一成不变的 那不很快就没有新鲜感了吗 像我这样的多好 我可汗了 可欲姐 可罗利 可傻白点 找我一个享受整个后宫 明白不 所有同学跟我同岁 二十六 那孩子六岁的 你再看看我 头是 你再看看你 二十六了 料料到现在还能卖钱 除了事处 一五事处 早点结婚好 还是晚点结婚好 早婚吧 仅仅需要爱情里加大着一点头昏 而晚婚报 需要三观契合 还得彼此成就 但可悲的是呢 很多人在该谨慎的时候草率 该果断的时候犹豫了 前者是想逃离崩溃的生活 而后者呢 是对爱情极度的不信 姐姐你这几年到底经历啥了 你咋出口都是文案呢 但是你看啊 我总想着 我今年二十六 假设我三十之前结婚的话 我要孩子就三十多了 那孩子上初中我都四十多岁了 恐慌啥呀 你八十岁的时候 你那孩子正值少年 生病了有人刺悟你 你结婚早生孩子早的呢 你八十岁的时候 你家孩子都六十了 你刺悟他 他刺悟你 你俩手拉手一起去养老院呢 团柄啊 拼团呢 我跟你老壳咋就这么闹听呢 你 店子生孩子呢 就你的基因 原件都不清晰呢 复印件啊 指定得模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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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王阿姨 这相亲对象怎么没跟你一起来呢 啊 啊 我行呢 我先来了解一下情况 小伙有车吗 没有 女方还有辆车呢 有房吗 没有 女方还有套房呢 那你这条件也不行啊 那咋办呢 咋办人不能相忠你 要不行 咱俩试试啊 哎呦 你净扯大你都多大岁数了 那你要真喜欢人民币 你还管他哪家发行呢嘛 再一个了 你嫌我岁大 我还没嫌你你有病呢 我哪有病啊 你没病 你没病呢 把我看成眉婆 那眼睛好使吗 这还有点玻璃体红彤 看个眼睛嘛你 哎呦 哈哈哈哈哈哈 简单上写着 你上份工作离职的原因是老板偷欠你工资 不过欠多久 两个月 不过欠两个月 这公司的运作可没有一帆风顺的呀 都会公司着想 那我的人生也不可能一帆风顺呢 那我要假设有两个月有事了 公司能这样跟我开公司吗 你这么说话的话 你还想通过面试啊 你这么捞壳你是雇员工的吗 啥都可着你来呀 你上九天来月下舞阳桌别班 他太厉害了 你真是能广大呀 我看哪个傻子能杀你上班里 你就顾吧 你这年 这样啊 啊 一会朋友买套西服去呗 买西服干啥呀 应聘 干啥呀当事一样 哎呀不是 那买西服干啥 仪式干嘛 啊 一个月给你开多钱呢仪式版呢 招聘写着三千到五千的 那就是三千呗 谁说的呀 人上面写着具体面译 那就是三千都不到 你去了就是人家还得给你奖价呢 还有什么 哈哈哈哈 人家大公司啊 常年招聘 还能这么糊弄人呢 完了 那还干不长呢 要不然能常年招聘吗 哈哈 不对呀 你二舅不给你找个活吗 给你个床子 让你卖烤衣面吗 不挺好的吗 人说可挣钱了在校门口啥的 嗯 你多让人笑话呀 啥话呀 让人笑话呀 这烦你们这种自我催眠自视清高的 三百六十行好好熟转远 怎么能让人笑话呢 一个月两千多以前 还瞧不上人家的行业了 光辟又看天 有眼无尊 哈哈哈哈 你这儿去买个我 姐 我跟我女生去看电影 晚上我想带她回家 我直接说吧 去我家坐坐吧 目的地方有点强呢 我得咋说呀 你就跟她说 我带你去梦开死的地方 牛逼 哎 什么话呀 那是我小宝贝 哎 你看看 好看不 我给她订了树花 一会就到 到了我就走 这小姑娘只能岁数不大 哎 你哪知道的啊 哎呀妈 鲜花都是用来骗小姑娘的 我们成年人的世界只有有钱花和随便花 不 要不说你咋不好找对象呢 你懂太多了 老弟你知道四大画家是谁不 啊 齐白石画俠 徐北红画马 张大千人画骨 这不猜啥吗 还有一个呢 还有一个你 你画饼 人家祖床画饼 不是 我又不信我祖床画什么饼啊 人家是烙饼 别跟人粘鸡带骨的 你是画 哎 你是画饼 不是 你咋知道我给人画饼了 你妈现在 那小姑娘长得那么好看 你不给你画饼人能相中你 啊 你就你的一堆一块的 你说你长得这么 有礼貌 是吧 身材这么 稳重 是吧 智商这么 淳朴 你就说你 行行行 别说了 好像骂了又好像没骂 我滑到了我走了